剛剛怎麼越吃越覺得 欸雞排怎麼好像都差不多 喔就是雞排雞排雞排 但是沒有出現這種 欸這就是一顆新的雞排 喔這個是五顆新的雞排 口味也是有點似曾相識的 老公有想說雞排也要來 蘸一下藍瓶 藍布雞排也是好吃啦 賭上胖子的對決 哇 胖子的自尊 你們是會收黑心錢的肉嗎 那個草莊 如果大便是後無什麼後無 他如果很營養我搞不好 也會選他 全部吃完了 對啊 輸的就一整年不能吃雞排 對啊 YES 誰是Google美食評論王 YES YES 啊 我們這個團剛經歷了分手啊 是 啊我們覺得很難過 那分手之後呢 就需要有美食來療癒 可是有些人分手會是沒胃口的 啊是嗎 偶味超級有胃口 不管遇到什麼挫折啦 什麼就是有胃口 可能有分手過吧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那從來不會沒有沒胃口過吧 那只是每天的日常而已吧 就是肚子餓了而已 聽起來就是食慾很好的人啊 對啊 跟一點關係分手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然後 剛剛寶哥也出生了 因為寶哥對我來講算是 美食跟分手的專家的領域結合體 對 是痛風的專家吧 啊也是痛風的專家 這是個廟房 痛風領導者 我跟董軒 謝謝大家 而且我們這樣 而且我們這樣排進來 一剛開始還以為 我們少一個成員 應該要找一個跟他很像的 所以我 少寶哥來是要來取代我的嗎 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 他就是你的俄羅斯娃娃的 上面那一層 外面那一層 他拆開來就是你在裡面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企劃 主要要玩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 Google的評論上 有很多顆星數 我們用那個星星 來去分辨這個食物 到底好不好吃嗎 我吃東西的時候 最常看的就是Google評論 對 我很相信Google評論 對 但其實Google評論 夾雜很多雜訊 沒錯 有服務態度啊 有外送時間啊 有什麼什麼 有的每個 CP值 CP值 之類的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要替這些店來平反 沒錯 我們分別找了五個 五種雞排 分別有 1.6顆星 2.7顆星 3.2顆星 4顆星 5顆星 然後我們直接用口味 來幫他們排名 指評味道 指評味道 是不是跟Google評論上的 排序一模一樣 真見勝負 口味來一九顆星 口味口味 寶哥 吃雞排大王嗎 我其實很少吃雞排 很少 我很少吃雞排 不吃雞排的 是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吃雞排滿麻煩的 骨頭 對就是骨頭 咬到嘴巴兩邊 對對對 要把骨頭全部吞下去 也是滿累的 欸你們會把骨頭嚼碎嗎 小骨頭會 誰啊 欸你們會嗎 小骨頭我會 小骨頭欸 嚼碎咧 有些小骨頭 小骨頭對啊 就是吃完雞排 垃圾只有袋子而已 其他都沒有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吧 那是叫吃雞排回收嗎 我哥不是這樣子嗎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大的還是會留著 我不是說袋子都沒有 之前跟寶哥吃飯 我看他那可不可以 螃蟹跟蝦子 進去就沒有再出來了 不是 蝦子可以 蝦子軟殼可以 螃蟹 我是廚魚 什麼料理機嗎 寶哥吃 寶哥這衣服是餃子 他吃完餃子 連盤子都不見了 醬料疊也不見了 所以今天可以讓你吃雞排 你很開心 我覺得蠻不錯的 很難得有一次 可以吃五塊雞排這種概念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首先來個 第一號 一號雞排 一號雞排 那請Coco幫我們 我們要切比較辣喔 加一個吃醋的 來做這種事情是對的嗎 不好 剛剛董學有說 他已經想要餓到敲 那個機車的那個 儀錶板 這有發生過 好餓 好 先讓前輩來喔 寶哥 好 先讓前輩 前輩 這樣就夠了嗎 是不是可以一人兩塊啊 其實可以一人兩塊 那就 請品嘗一下 喔 這個味道蠻香的 這是算是薄皮的雞排 對 這個很台式 嗯 雞排有分台式 就是 在那個什麼派克雞排 那一派還沒出來之前 最早的雞排就長這樣 以前國中放學的那種 路邊攤雞排攤就是炸這種 它就是那種鹹的那種 Original 原主 原主雞排 因為現在的雞排很多都比如說 想要脆皮 這不算脆皮嗎 這不是薄皮 這個就是那個 炒麥皮賣的那個薄皮 這就是很像菜市場裡面 會遇到的雞排 嗯 這個我覺得好吃 嗯 從裡面它的肉有點柴 不是因為放了比較久的關係嗎 我覺得是因為它本身肉有被拍打過 拍它是因為讓它肉嫩 可是它馬上要柴柴柴 應該說它現炸出來應該超強 跟雞排便當的雞排差不多 沒有可是通常雞排店要比 雞排便當更丟 對啊雞排便當的雞排 是爛雞排 不是這樣嗎 是要是要 我從來不吃雞排便當的雞排 所以你點了一個雞排便當 你不會吃爛雞排 我會點菜飯 然後去雞排店點一個雞排 雞排去雞排便當 表示它墮落了 對 哎呀你居然去便當店了 對 哎呀才幾年沒看到你去便當店了 現在去便當 發展聯盟的食物 對 嚇放到流口 我也很久沒吃雞排 所以我覺得這個雞排對我來說就不錯了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對 因為它的肉有點柴 對 太柴了 調味不錯 那我們吃完這一輪 先幫這個店來評分 好 可是寶哥是對吃會很挑剔的人嗎 欸開始什麼時候 現在呢 沒有我覺得是看心情 如果你有想要吃好吃的 我就會很挑剔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吃粗寶的話 對對對 來拍YouTuber咧 來賺一頓雞排 現在心情就滿愉悅的 對 那我們一起亮 好 1 2 3 2 3 2 3 3 3 4 4 剛剛一直說好吃的人 居然給了最少的心 因為我很少吃雞排 那聽你們說 雞排便當的雞排沒那麼屌 我覺得那應該 這個對你來講只是雞排便當而已 我覺得超越雞排便當 就我吃雞排便當的雞排 跟這個雞排差不多啊 你去哪吃的雞排 就是個人云亦云的人嘛 那你那個雞排便當的 便當店的科興數應該是我們科興 沒有好像三點多而已 所以其實你分店不太了雞排 對啦 那個就是一般的便當店啊 但很難講 因為現在才第一塊 我們等五塊出來的時候 搞不好梗咸就會進 這邊先說明一下 顆星數是可以修改的 就是你1到5 一定是1顆星跟5顆星 所以你後面可以修改前面的 為了你這個兩顆星而修改的規則 哈哈哈哈 唯一越來越難心 哇 裁判兼求援 知道這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感覺 對 我覺得啊 而且你會不會是也太餓了 然後突然吃到第一塊會很好吃 然後兩顆星主要是因為 炸的比較沒有什麼營養價值 所以先兩顆星 那我今天就要比這個啊 全部都是炸的 先買這個健康人 不要再跟我們這邊 對啊 好 那來第二塊 來來來來 我坐邊服務 哇 發餐欸 跟橘色的幾樣 可是這不能橘色金 納入科興數的計分 對 不行 來 先讓寶哥來一下 來 帶兩顆 吃囉 但我覺得這塊的顏色 我比較喜歡 這顏色很像阿亮雞排 你們知道 有一個像阿亮雞排喔 全台都有 沒有那個量是那個普學阿亮雞排 對 就是阿亮雞排大概就三點多顆左右 就是它的油感覺是比較新的 很常換 對 才會是這個顏色 比較正常 嗯 這個我覺得沒有上一家好吃 對啊 這個肉會變成肉末 這間店我覺得可惜了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炸的人的問題 有感覺喔 可能是中盤商的問題 跟上游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 可惜了 我覺得是雞本身的問題 我這雞沒有聽 腳想約 是這隻的問題 有點太淺了 我大膽的說 這是波特曼 波特曼什麼 鹹蛋超味 波特曼雞排 波特曼 是這個符號嗎 是一個雞 波特曼 加速就等下可能不用吃吧 我先拿沙拉來吃啊 喔對 你來說 你是非常 今天很不健康的 一條一條蔬菜 好 來了 一 二 三 等一下 啥啦 欸 一顆心 兩顆半 兩顆半 兩顆 三顆 喔 其實就跟第一號比都比較不行 我覺得它的肉 又更不新鮮的一點 我覺得它比較乾 對 但也有可能是台北人喜歡吃乾的雞排 沒有 我在想是不是 但因為那個雞排的口味也是有點似曾相識 寶哥有想過雞排也要來蘸一下南北人 沒有沒有沒有 敢不敢不敢 南部雞排真的比較好吃 不會不會有那種 你喜歡的那種胡椒型的那種 雞排 而且大家在第二號之後就會想要 啊 吃到一個不好吃 想要趕快吃到第三個 好 下一號 喔 這個 這看起來很像排骨欸 這是不是有加辣的 欸 有些雞排是加了辣之後 它的分數會直接飆高的嗎 那它應該轉做賣辣椒吧 對 越來越飽欸 越來越飽欸 三種的皮都不太一樣 對啊 這個應該是乾粉 乾粉 就是 撕抓之後 上粉汁就直接炸了 這個很像自助餐的雞排 抓到整個越吃越覺得 欸雞排很薄 好像是差不多 而且突然間覺得好難品喔 我覺得它比第二家好吃 對嗎 我覺得 比第二家難吃吧 比第二家再難吃吧 是嗎 對我來說 你真的不懂雞排 欸 你們現在嗆的外音 外音它最準怎麼辦 有點好笑的啊 可是我覺得這家的肉質 明顯就比較好 是嗎 欸 這個跟第二家肉質很像 可是它調味比第一家好吃 我覺得它肉質就贏第二家 調味我覺得差不多 沒有沒有 Google上不是這樣寫 但我覺得它輸第五家啦 沒有介紹 其實雞排這種東西不會做錯吧 大家都是國眾之間 所以是 我們接下來是 雞排的頂尖對決 就只差一點點 糟糕好像還沒有讓我吃到 覺得 喔 猛中之猛 就你平常你覺得好吃的雞排 你知道那個味道是什麼 知道知道 剛剛都還沒吃到 對啊都還沒吃到 因為你平常不會去買 一顆星兩顆星的雞排 是沒錯 可是其實都吃了三個了 裡面不會夾到一些四顆星的 意思是說我覺得 剛剛的三塊雞排都有一種 喔 就是雞排雞排 但是沒有出現那種 欸 這就是一顆星的雞排 喔 這個是五顆星的雞排 對 還沒有欸 沒有那種高低起 沒有那種 在一種國眾之間 沒有那種一吃到就是 欸 這一家如果等一下 下播了之後 我想要去看是哪一家 因為是摳摳決定順序的啊 摳摳就先讓我們平常 都吃一些 啊 什麼 還知道這摳摳 全部都買1.6的 哈哈 好 來 1 2 3 蛤 你給他一顆了 我稍微修改一下 目前第三家我覺得最難吃 原本我第一家贏過第二家 但我仔細想一下 第一家是因為最餓的時候吃到的 所以應該會比較好吃 然後我第二個分數比較低 就是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但我覺得甜對我來說是扣分 可是對一般大眾來說 不會是扣分 對 那我就覺得它的皮比它好吃 所以目前排名是2 1 1 3 好 寶貝跟我一樣 我也是1 3 目前還決勝不了 就是還是三個星 我也是 喔 真的 給的分數不一樣 但你們遲早要分出勝負的 對啊 遲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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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們先等第四號 第四號選手來 可是第四號選手出來 也不會影響你們要怎麼分數勝負 沒有 它會微調微調 對對對 其實如果硬要我選的話 我覺得3號是贏1號的 因為一樣 剛剛1號他有說 是第一口先吃到 所以會特別好吃 好 那我們想要來個4號選手 唉唷 看起來 這個就差很多啦 這已經是雞排界的Oneal了吧 Oneal 這個 對了嘛 剛剛前三家的老闆 這個就對了嘛 被油噴到了啦 你看這裡有汁欸 剛剛切的時候都沒汁欸 你看它這樣還很油亮 而且好像大家一看到 就會想要趕快吃囉 吃囉 喔 這個好吃欸 嗯 這個好吃欸 嗯 啊 這不是你吃的嗎 而且只要讓你出現這種臉 就是 你弄什麼完全變了 出現這種臉 就是只要吃到好吃的東西 心裡會有暗爽的感覺 嗯 這就是 我說的古早味之後的進化 對 對 比較像是派克雞排 或是什麼 猛甲雞排裡面的 會有出現的肉 這個很像 我們 大學的時候那個龍哥雞排 喔龍哥 喔龍哥 台東龍哥雞排 欸 你知道 我後來有一次去台東演出的時候 我有買 好吃的 你知道龍哥喔 很多人排對不對 對 而且它的厚度是 剛剛所有雞排裡面最厚的 最厚的 嗯 很好吃欸 有醃過的 嗯 贏了嗎 贏了 喔 真好吃 無用至於 而且它放到那麼久 還有肉汁 對啊 這應該最少0.5顆星以上 太少了吧 給大家平價這麼起 這個這麼低起跳 以上啦 是稱讚嗎 這不是稱讚吧 沒有人看他開心吧 我現在唯一的疑惑點是 我們有可能因為它的價錢 會讓它星數變比較低 沒有 我們要 我們要Follow一個HOT 可是因為星數其實價錢有差啊 萬一它真的超貴 可是它超好吃 可是它就不會到滿分你知道 台灣人對一個好雞排的要求 就是希望它 又便宜又好吃 可是除非它超級貴 不然它可能是屌打前三家 對啊 比如說它 對對對 我也是這樣想 就是在考慮這些事情 一片一千塊 因為我覺得它一定是有三顆星 四顆星以上的水準 對 如果是一千塊的話 絕對是一顆星 絕對是一顆星 一千塊我幹嘛不必吃 吃什麼美食之助 那Puffet都一定好 我吃兩塊就賺到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排在第四名 它讓我覺得好吃 就代表真的好吃 它真的就是剛剛的 疑惑疑惑疑惑 喔 對了 對了 好 好 來好了嗎 好了好了 1 2 3 3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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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都5 那Cancelty Game法 就是我剛剛說的 會不會有這個 它CP值的疑慮 剛剛講你會等第五號出來 我真的等第五號 但決定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老大 沒錯 如果等一下出來這麼厚呢 這是鑽頭 那就要先問它有沒有手吧 這麼厚 那是沙騎馬吧 沙威馬 沙騎馬 沙騎馬 很派克欸 這Pizza吧 這個雞排嗎 這個就是我說的會沾絲粉 然後直接現炸那種 比較派克 派克 還會撒乾眉粉 對 有的會有的會 這個沒意外它剪下去會咔嚓咔嚓 因為它皮很膨 啊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欸 這是蔥肉餅吧 啊 你看還會跳 欸有人偷吃 這就是派克啊 派克皮 現在問題就是派克會五顆星嗎 派克不會五顆星吧 我覺得派克不會五顆星 糟糕我覺得 可是我的評分不會變 我有一陣子很喜歡吃派克 我到現在也是很喜歡吃派克 所以你會給派克五顆星 但是我剛剛吃完 我覺得不太是派克的感覺 喔 吃到 這怎麼滿臭的啊 嗯 還就是素肉啊 欸這個我又等你了 我不想吃第二塊 喔 那就是一星啊 它這個調味應該是有點豆乳吧 如果這個味道欸 如果這個是五顆星 那 我道歉 要我 尤其性能顧口 這樣改善也算吧 對啊 它會有一個雞的味道 那個皮超硬的 有一個油耗味 某種程度上它不是難吃 可是它口味的確很刁鑽 哈哈哈哈 那去大聯盟發展會比較好 劍走邊 很刁鑽 會三件打者 我大概知道 很難判定 所以這次要給出最後最終排名的 對就是一到五 一到五 好嗎 嗯 那一個一個公布嘛 好 那我先 其實跟剛剛的名次一樣 然後只是每個都加一顆星 嗯 所以我的排名是 3 4 2 5 1 喔 而且你的一顆星還在哭欸 對啊 哎唷 居然是看出來了 兩顆星憑什麼笑啊 我的巧思 寶哥 來 好我的是 3 1 2 5 4 喔 欸 我覺得這個要從它的厚度來講 怎麼會變啊 4 5 我一直都覺得它們就是4顆星跟5顆星的差別 因為它們的厚度真的太厚了 這是屌打前面3片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以厚度來說 它們絕對會比較高分 味道差這麼多 台灣人其實對味道沒有那麼講 喔 哇 肉大片喔 我就心給多 台灣人的味覺就像是 喔 沒有 就像是 你看在挖動對不對 就像是 熱 沒有啦 我意思說 肉大片齁 大家也比較容易吃得飽 在準備要都不會是4顆星 我覺得是4 因為我覺得這兩片是5 4之間的差異 然後現在我就調1 2 3 對 所以我的是 3 1 2 5 4 好 那換我 我是這樣 你的心心也太隨便了吧 我反而第二名是只有一顆星 像粽子一樣 那我是4顆星耶 對啊 然後那第五名就跟大家差不多 第二名有那麼差嗎 第二個有那麼差嗎 第二名滿差的啊 第二名我吃到這裡的時候 我都覺得它是最差的 它給4顆星 第五名你覺得比第二名好吃喔 我覺得它的肉質至少 第二名是吃起來肉末的感覺 可是第五名的肉質是好的 它有雞胃耶 雞胃好啊 雞胃好啊 它有雞胃 才可以 你忘記好了 你們現在的發言都超危險的 超危險的 提醒面白的大家 你們的發言真的是 可是有些皮 有些皮 人家一吃到 覺得難吃的原因是因為 它有時候買完之後回去 已經隔了一段時間 所以它不認為 那個皮是現在原有的實力 那我們現在把皮全部去掉 吃肉就好 剛剛應該要這樣 對 因為肉一定是不會因為 時間而有所改變的 可是如果炸得好 它皮應該就是硬挺的啊 對啊 所以這就是第四 所以我的是 3 1 4 5 2 來囉 來囉 我的 4顆跟5顆 跟董萱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 最難吃的一顆 最難吃的 最後一顆 對 我覺得它最難吃啊 所以我給它一顆心 這是我身為Google評論員 應該要不能昧著良心給出的顆數 像他們什麼肉啊 什麼什麼 我們要評論是美味 然後擅自 擅自猜測的 各種時空背景 對 都錯的 當下吃到我才是最真實的 但是要綜合評量 我是綜合評量 有肉的厚度 你想贏 我想要 真實 我想要帶給大家幸福 對 對 你們想贏 我想要吃 我想要贏 我想要吃 我想要吃 難怪你已經放空了 我們是正義的使者 我們正義的使者 你們是不是會收黑心錢 惡意的廠商 沒有我們只是想吃而已 我想先問一下 我們兩個問一下 我們在場有人是很接近全隊的嗎 沒有 直接全隊 謝謝 什麼意思 謝謝 我們很接近是直接全隊 直接全隊嗎 謝謝大家 直接全隊 謝謝 我是綜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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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發財 毛錢做效果 毛錢做效果 你說那個人是連他的笑臉 哭臉都準確化出來的 你是說那個人 連他的肉排的厚度 跟大家的期望值 都有算進去的那個人嗎 沒有那個 那就一個一個來公布 好一個一個一個 好 第一個是3.2塊新的 YES YES 第二個是1.6塊新的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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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不是會收黑心錢的路 還有兩個人 還有兩個人幹 喔 你放著 你放著 放著 那 找的跟董天的差別 就是3跟5嘛對不對 對 所以勝出要出現了 那先公布4好了 那先公布4好了 4才是5 好 賭上胖子的對決 哇 胖子的自尊 第三 輸了就一整年不能吃雞排 不要 平均數字 4顆 5對啦 1 1 2 3 4 我差一點欸 我還噴肉了 幹 所以你說第三號是幾顆 4顆 不可能啊 5一定是最難吃的啊 那應該是2 5是最難吃的 2.7 對啊 所以它跟它有差別啊 肉質果然還是有 2有難吃嗎 2我給10顆先 你真的不懂雞排 你真的不懂雞排 2還不錯啊 這奇怪就是 我覺得再給它一吃2好了 2的雞排再給你吃看看 好我再試一次2 2 爽欸 不愧是真的是常年吃雞排的人欸 所以寶哥 對寶哥你那個味覺 5號就是不可能那麼好吃 沒有我是把那個肉的厚度算進來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太厚了 厚度大根不太厚 如果你用味道的話你就贏了 那如果大便是厚什麼厚 因為我覺得 它如果很營養我搞不好 也會選它 全部吃完了 沒有辦法剪了 你可能直接吃 反正你覺得4顆星嘛 就送給你了 對 你拿去啊 拿去啊 這皮不錯啊 你的味覺上有什麼問題嗎 你評論它4顆星欸 可見得梗咸的口味是用健康來做 還是好吃嗎 還是難吃的表現 自己哼啦 還自己哼哼 不錯啊 我覺得吃還是比5號好吃啊 沒有我覺得它吃雞排店的便當 吃雞排便當 奇怪了 對我覺得那個很雞排便當 就是只有雞排便的雞排是正確的 其他什麼多汁脆 然後什麼香料 那些都是一些邪魔歪道 他都沒吃過 他都沒吃過 他就覺得這個就是我要的 這個很適合配飯跟高麗菜啊 還有蘿蔔絲炒蛋啊 而且炒蛋啊 還有一些菜脯啊 我必須要幫這間1.6評判一下欸 它很多那個評論是說什麼 那我剛剛去看去買的時候 老闆配度很好啊 換老闆了 喔 因為你是女生啊 喔 那個這家雞排是一個姊姊 喔 那可能肥子來去買 那姊姊就不爽 那下次我們去看看 他會不會被罵 他雞排是甩你臉上的 以後都買這家雞排給你吃喔 所以你 真的可以 所以你真的 第四名無庸置疑 的下一個就是他了喔 欸 我覺得看表現跟他的食欲比起來 真的就是他啊 不是不是不是 是是是 我剛剛有說 我是覺得1比2好吃 但因為我覺得這個有點偏甜 所以我 我會覺得1比2好吃 是因為他偏甜 但我覺得偏甜 對大部分人來說可能是加分 所以我才把他做2比1 對 你就不是終於你自己喉了 我錯路線了啦 我剛剛還講的 我剛剛還說什麼 我是大眾口味 說我要給 帶給大家幸福 喔 但大眾不是這樣想的 結果我才是帶給大家幸福而已 你真的是雞排 比較多準人 我是雞排英雄 但是3有 4核心那麼高喔 3 沒有就是相對之下 其實我那時候是1跟3在選 然後1我就想說 確實是第一塊剛吃而已 所以他一定 要扣一些折扣 要扣一些分數 所以我就讓3比較高分 我也是這樣想 但是沒想到 難吃的東西 在你的嘴巴裡面是好吃的 沒想到你沒辦法帶給大家幸福 我不是全隊員嗎 你想贏啦 我是真實的 我想吃啦 我真實 YES 我的雞排都自己各自的擁護者啦 一個雞排各自表述 對對對 我跟 對 好的 好 感謝寶哥 等一下還沒啦 我顧一下雞排的店家 我很想要聽一下 喔好好好 可是你們應該都沒有聽過吧 第一件是你寄雞排專賣店3.2顆星 第二件是 無歌夫鹹酥雞 這麼遠喔 一定好難怪 好難怪喔 無歌夫做什麼雞排啊 台南人的口味不 不…不可能 無歌夫覺得 不敢歧視啊 要4顆星啊 不敢歧視 第三件是 台客炸雞 第三件是台客喔 台客喔 有聽過 台客才兩顆心喔 應該有 台客才兩顆 台客四顆啦 四顆啊 台客四顆啊 在他的眼裡是 看他的啦 真心 你不能看自己的 只要看這邊包准答案 公平公正的 台客四顆可以吃 比較想要知道第四號選手 這邊是男子漢詐欣 喔 好像有聽過欸 第五邊是布朗脆 布朗雞脆皮雞排 但是多公配合上面 的圖案是 泰克欸 他原本是派克 然後他脫離了 對 憑什麼 我自己做的很好吃 沒想到就兩顆心 可是寶哥給他四顆心 沒有我是覺得他肉很厚啦 我說實在的話 我跟你跟寶哥一樣 肉很厚 寶哥也是四顆心的 他找到同類的感覺 欸欸欸你是同鄉啊 給他分數高一點 才不是欸 主要如此喔 那我們就先暫停在這邊 我們先再去吃男子漢雞排 好啦 感謝寶哥 謝謝 謝謝你們邀請我們 這次來填補我們的空缺 沒關係這個空缺很大 我一直都可以來 對 好嘞太好了 好的好的 好那 我們以後呢 每週四每週二 都有可能上影片 請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加小鈴鐺加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是片白的東風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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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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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